好了 星期二得道 今天不是星期二 但是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 今天是 星期六 我們其實 這個節目是沒有這個時間限制的 喜歡就什麼時候都可以錄 剛剛就過了網聚 多謝大家來參加網聚 非常開心 大家來了 滿了而歸 收了禮事 多謝譚香文議員 贊助了全場 無人一封禮事 當然不是說很重手 如果他一個人派了也很重手 因為現在花了很多錢 一個意頭 跟大家拜年 為甚麼今天星期六也要錄節目呢 就是 因為我們盲向編輯部 馬來近就來了香港旅行 因為他昨天才下飛機 參加我們的網聚 一起吃飯 今天我帶他去吃燒鵝 暫時未成功 遲些看看能否有機會 今晚 所以我們就錄一集 一集特備 我們會 等馬來近 可以說多一點 今天另外還有 一位就是 刁拔 刁拔 上次自從被人擄走了 從事成監獄之後 我看到他身上沒有表面傷痕 應該也會被人善待 有沒有被人打 有沒有被人搬辣椒水 我還沒死 我還沒死 那當然是沒死啦 昨天也看到你 強富回來認錯已經算很好了 回來認錯 上CCTVB 在你認罪 全球華人直播 導致是袁志偉訪問你 刁拔先生 你對於你所犯的事 你是不是覺得很恐怖 不會啊 袁志偉訪問李鵬那級數的嘛 你現在當年嗎 這樣就沒辦法了 刁拔也接近李鵬級數的 我們這節 想馬來近說一點 大家好 先打個招呼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馬來近 他那個 講話的方式 有典型的馬來人 馬來華人的口音 如果大家有接觸過馬來人 也會聽得出來 馬來講廣東話 跟我們有一點點分別 有時候的音 跟我們不同 或是他講話的方式 還有用語也是有分別的 其實他混了一些福建話 馬來的廣東話 很大程度上是混了福建話的 剛才跟他吃東西 問他 原來馬來很少潮州食物 因為 泰國就多 多潮州人去泰國 但是很少潮州人去馬來 馬來的飲食 大部分的食物 都是跟福建 或者是由福建菜演變 而成的 例如蝦麵 肉骨茶這些 這些都是福建那邊 慢慢演變的 那麼 就是 停一停 不如讓馬來近說一下 因為最近 大家最關心就是 財政預算案 到底會不會派錢 馬來近日可以說一下 馬來的那邊 有沒有這些福利呢 馬來的那邊是有這樣的福利的 但是他不是 用這個減稅 或者是 每一個 有身份證 大馬身份證的 居民都可以拿到 他是用這個 入息上限 超過馬幣 五千元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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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申請 大概多少錢 五千元港幣 現在只有一萬多 跌到1.9 馬幣上回來了嗎 兩個一 馬幣最近反彈了 早前去買了馬拉樓 那些就升值了 賺了匯價 賺了匯價 賺了過9000到2.1 不過 馬拉樓不知道賣得出 匯價上賺了 精神上升 一直都是 升了也是贏了 你可能看到一隻股票 從來都沒有成交 突然有兩千股票 成了一手 價位跳上一格 就贏了 不是一格的 升了四倍 下面沒有賣盤 上面有很多沽盤 精神勝利 身家升了四倍 其實是沽不出的 如果 他是有一個入息的保障 以防 你一個家庭 收入少於5000馬幣 差不多接近10,000港幣 一個家庭 5,000馬幣 是不是很難生存呢 如果在 郊外地區 小城市 還可以的 如果在5000元 屬於高收入 但如果在大城市 各樣的交通費 即是吉隆坡那些 當然不行 但是他是不是統一的呢 5000元全國的 還是看地區呢 是全國的 喔 那挺好的 如果保證你 在山打根 賺不到那麼多錢 在窮區 就有很多錢了 所以 派給一些 屬於低收入的人士 他是 當一個平均數值 來計算 其實 有些像 老蕭說的付入息稅 他固定了你一個家庭的5000馬幣 當是一個基本生存的需要 如果你找得多了 就不用向政府求助 如果我找不夠 我找了4500 那是不是政府貼500元 貼到5000呢 他們這個 他們是叫做一馬援助金 總值有2000元 2000元 人工最低都是3000元 不是補回那個差價 而是直接給你2000元 那麼好啊 換那4500元 有2000元即是6500元 可以 那麼便宜得賺5000元 他不會一次過賺到4900元 4999 可能為了拿到這個津貼的話 要求那些老闆不要兼顧薪 扣一下 那不就有點像香港 壓中公屋 不是公屋 公屋要上車 壓低那個 收入門檻 他出來打工 打散工 特地不出薪 出現金 又不供給職金 就是因為他要怕 超過那個門檻 也很像 但是呢 如果這樣說 多不多人申請呢 都多的 因為我真的是 適合這個援助金 這樣 他那個情況 就是 接近付入息稅的情況 跟我們現在說的那樣 有點不同 因為 你那個是 隨時性的 我們現在說 財政預算案 可能是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 譬如今年財政年度 有甚麼東西派給市民 馬來西亞那邊有沒有說一次過派錢 雖然這個總值有 兩千元 但是他不會一次 派債 他會分三至四次 每次派幾百元 但是你一個月 我不夠錢的 你還分幾次給我 分了很多個月 我每個月都不夠 每個月的申請呢 屬於是 如果你收入是低於五千元的麻煩 一個家庭的話 你可以有這個資格 但是 如果你拿了兩千元這個 就當是 你已經拿了 喔 只是一次的 即是下個月不夠都沒有 他會在一年之內派發 喔 即是派一次的 一年派一次的 上限就是那二千元 就是二千元 喔 即是 多一點換作 即是你的家庭 是要計算平均數 即每年的平均數 每年的平均數低於五千元月日 那就會派的 即是低收入換作 是的 其實就是直接派錢 即是你直接派錢 平均數個五千元的 一個月的 一年計算 只有六萬 你就有資格去拿二千元的 即是四千元 四千多元 大馬政府比香港政府好 好 香港沒有這個 香港要拿綜援 基本上是甚麼都沒了 你才可以拿綜援 學綜援很難 做事也不行啦 你做事也不行啦 你做事也不行啦 你有保險也忘記報啦 也會告你騙綜援 你有身家少少都不行啦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回香港政府 比那些 第三世界國家更差 當然馬來西亞是不是第三世界 正常來說應該是落後過香港的 普遍相信 很多 方面馬來西亞是第三世界來的 在宗教方面一定是第三世界 在那裏的懷疑人 不可以公開吃豬肉的 還有 明年是豬年 他們不能掛出豬年 現在狗也不能掛出 因為回教伊斯蘭是不喜歡狗的 所以九年是不能掛出狗的 豬年明年更加不掛出 因為 豬是不潔的東西 根深蒂固的思想 在超級市場 通常是賣一些豬肉 或者是鴨肉 是要分 不會在那間超級市場 分去另外一個部份 走遠一點 離開主要的超級市場很遠的地方做的 即是鴨肉也不能掛出狗的 像去廁所一樣 要釣到很遠 算是這樣 鴨肉也不能掛出狗的 鴨是兩棲類 兩棲類是不能掛出狗的 他們好像是計算一件事 如果你的腳的體 如果像鴨一樣有一個撲的那些 我那些是不能掛出狗的 田雞也不能掛出狗的 有撲的那些是不能掛出狗的 有撲的那些是不能掛出狗的 很多動物 田雞也不能掛出狗的 水魚也不能掛出狗的 水魚也不能掛出狗的 鴨就可以了 鴨就沒有掛出狗的 原來是這樣 很複雜的 這個是別人的地方的民情 我們看看香港 香港呢 今年最多人廢廢樣樣 討論財政預算 即是這個星期就會公佈 市民的呼聲也希望他會派錢 政府 陳茂波很強硬 說明不去派 那麼強硬 其實說得那麼硬 不會突然 自掛一巴 我壞了 我也是派了 看那款就不會 吳蘇貞那年真的被人逼得要派 他那年沒有說明派的嘛 他說注入強積金嘛 但是被人狂鬧 你注入強積金你不如下世才給 注入強積金是更流行的 本來沒有那麼流行的 你說你要付錢 因為他是這樣的 他之前那年已經注入了一次 但是接著再注的人就翻臉了 大家都知道放在NPF等於沒得拿 譬如說你今年20歲 我斷了幾十年後才有得拿 所以呢 反彈很大 但是政府現在 看到陳茂波的態度強硬到 以前胡蘇貞都不敢那麼強硬 沒有說到這些東西 他就說三筆 不派 是不是 一說到不派 但是有個好吊詭就是 民建聯工聯會 開口說要派 這個局 我們那天 昨天網上也討論過 我們的分析 其實也有一點改變 因為本來我們沒有一個既定立場 當然派錢我們有一個立場 但是我們分析那個政策 或者分析那個會發生的事 我們不能夠有既定立場 因為 如果有的話 你就會阻礙自己的思考 因為你已經套了下去 如果一個框框跳不出來 你會根據你自己的方向 錯了就跟著一路錯 就往錯的方向一路去發展 去發大 就變成了一頭怪物 所以 我們如果看回現在的現實 以及 我們當時的政治這個判斷 這個叫做 湯彭波 湯先生 湯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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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第一次就不 contacted 然後今天我們發現了這個 超級無敵黨部 香港 yüz 湯彭波 豍彭波 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分析為什麼 不應該派錢 雕彭 可不可以和我們講解一下 雕彭波 雕彭波 支到eza js slit 尋三篇ons 按政策分析 派錢肉斷難斷 澳門止痛餅 前居可鑑 我看見肉斷難斷的東西是說歌 我說一點吧 整篇文章就是引述澳門政府派錢派到停不了 用一個什麼例子來說 澳門的弊病呢 上次天甲打風 一次過暴露澳門的問題 上次死了很多人 浸水浸 頹緩敗瓦 反駁就說錢人不應該派 應該拿去做一些長遠的東西去改善 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無所謂 老實實 就算他年年不派 你覺得他會改善嗎 這個問題很簡單的就是 現在你的錢是多到可以派完再做長遠措施 這不是互相衝突的東西來的 你一起做都可以的 你現在一起做都可以 那你不做 你就說我會做長遠的東西 但是你這麼多年來都是不做 但結果你又 你又是不派錢 又長遠的又搞成這樣 那你算怎樣呢 你現在剩下的筆錢是沒有用的嘛 還有你現在的說法就是 我派開給你 到時不給你 你就會吵 那麼 這不是一個去辯論為什麼不派錢的答案 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有一年財政有赤字 你應該要給你就要給的啦 你應該要給就應該要給的啦 你現在是剩下了出來 你就沒辦法花 叫你不要花在一些不應該花的地方 那些東西你現在是return的 你現在是還給市民 你就說我還給你 到時你又會問我為什麼不還給你 那些東西是你 你就應該還給你嘛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其實 那現在 如果這樣的理論講下去呢 那你不應該批那些什麼大白象工程 現在就上了很多 因為給他呀 現在大白象工程上癮 前居可革 改得好 改得好 什麼都上癮 還有 還有一個追加貝款上癮 前居可革 還有高鐵工程 無端端超支又要再追加貝款上癮 前居可革 這些呢 大白象工程是要止痛制 沒辦法解決你長遠的問題 你呢等於吸毒 每天都要吃 越吃就越多 完全一樣 跟潘朵拉盒子一樣 你打開了高鐵的潘朵拉盒子 要洗千多億 洗開沒得不洗 洗開又要繼續洗下去 洗開又有建制派議員吵你為什麼不繼續洗下去 到沒有人回答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不開呢 又不行的嘛 那你就要繼續開下去了 於是這個上癮呢 是沒有辦法停的 即是呢 一句說完 只能用三個字形容 香港01 以及這份報紙的編輯 老闆 包括這個老闆叫做 於品海 以及他的編輯和作者 三個字而已 死全家 沒有別的東西 為什麼那麼像另外一個台的說法呢 死全家這三個字 又或者叫 因為你們說的東西真的是完全歪理嘛 我們很喜歡看這些歪理文章 因為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把他講完的東西 填上其他東西 是正好的 用來罵他 現兜兜派錢是一個潘朵拉盒子 永遠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 澳門例子反面教材 填上其他東西是正好的 政府不能為取悅部分政客 而大方 搞基建 搞基建 像一個潘朵拉盒子 政府不應該取悅部分 建制派政客 而去建一些 例如 音樂噴傳 音樂噴傳 避雨停 避雨停 不能避雨停 那些一條的單車鏈 不知道多少錢 單車鏈不知道多少錢 那隻 可以全部改了 全部改這些都可以 老實說 香港政府呢 我們也在節目講了很多次 本身呢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政府 他是可以同時 建十間醫院 卓卓有餘 建完十間醫院 建多十個骨灰針撞你們都可以的 香港01記者 伊品海 將你們 全家撞進去都大把位置 每次他們寫這些文章 我們都很高興 一看到這些文章 他們就老哭了 寫到這些字眼 有那麼壞說得那麼壞 這個還不是打手格 很明顯 這次就是配合 其實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的分析就是 從來 以前他們罵曾俊華 大家記不記得 陳啟宗出來罵曾俊華 是大罪人 說他撐住錢 不肯拿他來投資 說他不肯花錢 是罵他的手財 從來都是這一幫人 梁振英 689 西環 陳啟宗 再加上你 陳茂波 全部都是一夥的 這個是689一夥來的 這次這篇文章 也是說那些文章 證明你是黨部 一直都說 我想問你們政府有什麼長遠事 搞過那麼多年來 錢你們一直有 錢就不派了 不是呀 錢有派的 他是連連派錢的 不過是派給 最有錢的人 派給最沒需要的那些 因為這次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再罵